当红人气偶像陈妍希最新电视作品 记得我们有约就在中天电视 10月1日起每周六晚上10点 中天纵和台 记得我们有约 来个礼拜六连战首都下乡到嘉义来替马吴造势站台 而吴敦义他致辞的时候提到 未来国际经济很有可能会再遇到大考验 没想到他是脱口说出 这需要有老谋深算的人才可以带领台湾走向坦途 不过他这个话一说出台下支持者是笑诚一团 老谋深算的老谋 他们说指的该不会是马总统吧 一手牵战马总统 一手拉着吴敦义选前倒数三个月 连战首都下降替马吴两人来站台 破除不合传言 团结形象得赶快动起来 但不知道是不是高兴过了头 吴敦义上台致辞讲的话也冲过头 将来变临国际的变化 感情有需要有老谋深算 有智慧 有能力 有谋略 有眼光的才有机 可以帮台湾继续带向坦途 原本还想后注踩刹车 不过看起来吴敦义心直口更快 月长总统算是老谋先算的人吗 那我们先致辞以后我们才能来好 是不是失言陈辅生的老谋指的到底是谁 明明听见记者喊吴敦义很有智慧的 头也不回立刻进会场 但吴敦义的经典语入拿指这一桩 从吴敦义的点子棒到可以得诺贝尔奖 到白海豚汇转弯 吴敦义的能言善道频频惹争议 当初还被马总统顺赞为悲天闽人 如今却可能把大党列为老谋的口袋名单 吴敦义的快人快语还真是风波不断 最后报道